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心我们先前去拜访过台北市政府也跟机动市政府合作 对于邮轮到港以后旅客岸上的一种旅游 自由行的一种旅游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种讨论 那机动市政府在今年呢 他们在每个行次邮轮靠拨的时候 都会派志工来做导览的一种引导 同时也提供这种观光巴士 在邮轮的靠拨码头提供观光巴士 让旅客能够及时的 也能够搭乘这种观光巴士在基隆市来旅游 那同时呢 他们也推出所谓的一个散步地图 能够让旅客下船以后 就能够很快的在基隆港的周边 去步行 在步行的距离之内 就能够去达到基隆市要去推广的一种旅游景点 荣耀号预计明年1月将营运基隆纳坝双母港航线 业者对台湾的邮轮市场很有信心 因为它是用双母港的概念 从基隆跟那个冲绳 所以基本上也会带很多很多日本的旅客进来 那一艘船 尤其MAC这么大的吨位船 可以容纳5800个人 再加上他们的船员 基本上等同一次就200多架的A350的飞机进台湾 所以相对的会 我相信也会带动台湾的知名度 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观光产业 也会增加在台湾的消费力 台湾邮轮市场因为疫情停摆两年 今年国际邮轮重返台湾 也针对不同的客群提供各层级的邮轮服务 在疫情前跟疫情后的话 我想有不同的邮轮公司进来台湾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有在安排这所谓的 不同的分众的市场 比如说是高端的 那高端的话其实在这个17万顿的船的话 它其实有高端 它也是有这个套房 它的套房的话也是有一个叫做地中海的俱乐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能够来尝试看看 那未来的话呢当然现在目前其实在市场上面 除了是说以台湾为母港之外的话 那还有所谓的这个极地的旅游的话也是相当的顺行 基隆港务分公司统计 光是今年 游轮就计计有176航式 57万女次来台将带来300亿的观光产值 象征台湾游轮正在复苏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为探讨台湾影视与串流媒体的产业趋势与发展方向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举办台湾Inview会议 汇聚各界关键决策者担任演讲嘉宾 中加宽评副董事长赖贤武也受邀参与 并且以台湾有线电视及宽评市场之眼镜为题进行分享 赖贤武表示 面对有线电视市场衰退 中加宽评以客户为导向 优化品质与服务 不仅用户持续增加 也全方位的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中加宽评在最近的四年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投资在网络的建设 所以使我们在有线电视或宽评的网络品质 在过去四年有大幅的成长 第二个我们也更加强 我们把有线电视跟宽评的捆绑服务 所以使实际上消费者在有线电视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 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 同时还有宽评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 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因应有线电视下滑 我们中加宽评所做的努力 在数位浪潮下中加宽评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有线电视与OTT业者不再只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 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也增进宽评服务的成长 OTT虽然是一个浪潮 但是OTT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其实跟有线电视是一个互补的 因为OTT不管是Netflix或者是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OTT服务 基本上它所提供的可能是电影娱乐各方面 但是有线电视呢 我还是有很多譬如说新闻的电视 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 这些都是目前在online上面 OTT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两者是 在内容上面是有一些互补 不完全是一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使用OTT服务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宽屏上网的服务才能享用OTT 所以我们中家宽民也提供了宽屏服务 所以OTT可以促进宽屏服务的增长 另外呢 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 也能享受到OTT服务 我们也推上了ATV的机上盒 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 如果说要享受OTT服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所希望有的OTT服务 与会嘉宾利TV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 尽管有线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 与数位化冲击 但有线电视与宽屏产业 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台湾的这个看这个Cable的人呢 最少还是在5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而50%以上呢都是付费的 消费者愿意付费的 而这个里面呢 这个基础呢非常大 你愿意付费 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 那在经济学义里面通常在讲 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那现在Cable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 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现在Cable都在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宽屏 就是Cable Modern 那Cable Modern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除了Cable Modern以外 在这么大的一个 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家户里面怎么样推广 那当然现在Cable公司 每一家都有开始跟OTT合作 所以它的双模机上合可以看OTT 但是不是只有OTT 还有数位广告 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大的收入的来源 那客户在这里 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 你就有商业模式 所以最重要的是Cable公司 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 那这些族群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 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 其他的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 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 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针对盗版内容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宗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影视产业与宽平业者需携手合作 共同打击盗版 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 这个所有的系统台必须要 同心协力取缔这些盗版的软体 但是上游卫星公会 卫星频道公会或者是版权的业者 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 另外盗版的内容服务 主要是透过宽平的方式提供的 我们也呼吁中华电信是全台湾 最大的宽平提供者 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 我提供宽平服务 也应该注意到宽平服务上面 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 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加入我们 一起打击这个盗版软体的 盗版内容服务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政府机关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 加强对盗版权的这种取缔 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 台湾Inview会议圆满结束 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 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一大早许多信众就来到 基隆慈云寺财神殿帮财神爷祝寿 也透过拜拜直角 向财神爷祈求发财归 求到发财归的信众都相当开心 今天是农历的3月15号 是中路财神圣诞 所以特地来这边拜拜 然后求归回去到一家大小吃平安 对 刚刚有求到对不对 有有有有有有 感觉心情觉得对不对 还愉快很开心 对啊对啊对啊 我要求财神娘说我老伙子 要求一个最新娘 等他吃平安 对啊 那要拨杯 要拨杯 那怎么比赢酒有呢 赢杯 要赢杯才有 今天是自己 turned on 中元的赢神蝎 激光明的祝诞日祭 今天是最好最好 三月十五号是 就是釘灾日 今天来釘灾日 今天来釘灾日 他让你 廟方說農曆3月15號財神爺聖誕這天 是一年當中求財補財庫的最佳日子 因此可以看到信眾絡繹不絕前來祝壽參拜 共桌上擺滿了甜點、貢品和發財金 還有信眾特別準備補財庫的金紙來求財運 另外今年來還願的民眾也很多 準備的供品相當豐富 所以你很早很早有很多信徒 今年有賺錢還有米菇、蛋糕、壽頭、壽面 就是我們五路財神趙公明他非常忍耐 民間習俗財神爺聖誕這天是求財日 許多信眾來到基隆慈雲寺虔誠參拜 希望能在財神爺的保佑下 一整年平安開運發財 記者黃日升、陳淑萍基隆報導 520做公益大家一起來 立法人蔡世英與愛心企業代表等人共同呼籲社會大眾一起做公益 為了協助創世基隆院籌募職務人安養與稻宅服務經費 因為疫情停辦三年的創世親子圓游會 5月20日將在基隆國門廣登場 在立法人蔡世英協助號召下 當天將有50個愛心攤位共襄盛舉 超過以往的規模 睽違三年之後創世基隆院第一次辦園游會 而且這次的攤數呢 從以前的二三十攤 這次增加到50攤的愛心攤位 所以就是這種意義真的是非常奉擔 因為已經疫情三年 那影響各行各業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所以許多的活動都被迫暫停停辦這樣子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的話就是 植物人的經費其實也都有下滑 我非常高興創世基隆會在5月20號舉辦520 國門廣場愛心園游會的活動 來做募資協助植物園安朗院 相關的一些建設經費繼續來推動 那我想倡氣來思英也做一個協辦單位之一 那我也非常高興 那我們除了自己捐款我們也幫忙來募款 那最主要的重點是也要呼籲 我們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520那一天我們大家一起來到我們的國門廣場 來支持創世基金會 這項公益活動也獲得委託行街區公司 基隆長榮國安酒店及窩郡基隆 基隆電等愛心企業的支持 贊助百下摸彩禮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更自掏邀包 購買原油券響印 對我們這次的公益活動 捐助5萬元作為活動經費 同時我們也號召了10位的愛心青年 然後在520當天參與這個公益擺攤的活動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差不多只在520這一天 吸引全金融市的人來這邊擺郵郵券 然後帶親子來這邊活動 更希望說外地各地的民眾 也到聖用國安一起共襄盛舉 我們除了當天會有我們的劉洋老師 來整個帶動大家開場的炒樂這個氣氛外 我們公司還有提供一份就是半年的免費會期 我們認購3000塊 然後來去幫助我們創市基金會 同時我也會來去號召更多社會大眾 所有的公益團體們 大家一起來認購 我們也希望520的原油會可以圓滿順利成功 然後來照顧到更多需要幫忙的那些植物人們 活動當天民眾如果在現場捐15張發票 還可以體驗小小玻璃室變裝 並和小哈雷機車合影 當天如果大家有提供15張還沒有開獎對獎的發票 就可以有機會 就可以小小的玻璃室換裝 還可以跟小小的哈雷機車合影 那這個部分希望就是親子呢 就是爸爸帶著小孩子一起來共襄盛舉這樣子 那這樣小孩也會覺得很有趣 不過一張100元的原油券 目前訂購還不到5成 創市方面呼籲民眾發揮愛心多多訂購 在美好的假日呼朋引伴 一起到原油會現場想美食挑好物做公益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在安樂區安和里長佟彭帶領下 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姿委 拿著便當和基隆市議員施委證 以及年輕朋友們親自一起送到弱勢戶家中 讓他們感受來自社會的關懷 而這些便當都是由一群長年默默 在各區捐贈物資和便當 行善不欲人知的年輕朋友們集資所捐贈 我們其實就是希望說可以幫助一些獨居老人 以及那個弱勢族群 那就是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對那這次也非常謝謝議長 就是為了人民跟我們一起參加愛心 原本不願意在鏡頭前曝光 但是在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姿委鼓勵下 這次捐贈1000斤百米 以及500個便當給安樂區弱勢戶 和獨居長輩的愛心才願意公開 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更多人 投入行善寄住弱勢的行列 安樂區在我們同一棚里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現場有這麼多位里長 來面對這個我們的獨居老人 跟弱勢居民的關懷 我想今天特別感謝我們的年輕朋友 他們拋磚引玉做率性的做愛心 讓善的循環在基隆持續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我們這麼多年輕朋友在基隆 然後為善不欲人知 也不想公告自己的名字 就想默默地做善事 關懷我們的獨居老人 我想基隆市非常高齡化的一個社會 獨居老人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在我們的里長 共同的努力之下 然後剛剛中山區的施偉政議員 也特別來幫忙搬680包的米 跟400個便當 我想今天特別的感動 也希望這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典範 希望我們的善的循環持續下去 連基隆市議員施偉政 也受到感動一起響應 那最重要的是因為基隆市是一個相對剝奪 比較重的城市 那許多年輕人都外出工作 有許多長者 自己一個人在家裡面 可能需要一些物資 他沒有辦法獲得 我想這應該是我們這些三星人 是他們最一開始的初衷 我們也希望可以藉由這些善局 漸漸的激發 他越來越多人投入 對於這份愛心 安和里長佟一鵬 也代表受惠的安樂區 13個里的里長 以及各里里內弱勢戶 和獨居長輩們 由衷感謝 透過里長的系統 可以確實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說我這次一步一步來 然後議長也有講過 他會持續的推動下去 所以這一次我有著幾乎 安樂區一半里的里長過來 然後這項活動 我們就持續持續的一直下去 謝謝里長 謝謝議長的幫助 跟這些善心朋友的協助 謝謝各位 童一鵬里長表示 部分弱勢戶朋友 自己會到里民活動中心 領取百米和便當 絕大部分就會請其他安樂區 各里里長帶回去 協助分送給各自里內的弱勢戶 以及獨居長輩們分享這份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有豐富場館資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風景 想透過您不同的視角表現出來 海科館邀請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過手機鏡頭 分享你的創作 釋放心中獨特的創意與想像力 還在等什麼 快來參加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小愛爸爸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 汽車 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地通過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 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繼續推行友愛城市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畫面上是迎合古音劇團 集結各界人才 製作高互動的人偶舞台音樂劇 小天使海地 5月27號 將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出 主辦單位 特別贈送50張門票 給基隆家福中心的20個家庭 讓弱勢孩子 有機會觀賞優質劇團演出 銀河古音劇團呢 預計在今年的5月27號來演出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家庭的收入減少了很多 所以這次呢 我們銀河古音劇團呢 特別捐贈了20個家庭 大概50張的票 我們給我們基隆家福中心的 弱勢的小朋友 跟爸爸媽媽 可以一起來看這場戲 首先謝謝主辦單位 給我們家福這麼好的機會啊 可以邀請這麼多孩子來看戲 看舞台劇這樣子 因為家福一直秉持的 教育脫貧的理念 所以我們平常就會希望 增加孩子多一點的 一個文化刺激 然後我想說 這次有那麼好的機會 可以看到那個 銀河劇團帶來的表演 會帶給我們小朋友 一個非常開心的 而且難忘的一個夏天 小天使海地 是一齣溫馨的親子音樂劇 敘述失去雙親的海地 被帶往爺爺居住的阿爾卑斯山 後來又被姨媽帶到法蘭克福 陪伴行動不便的嶺嶺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海地想念爺爺 卻又不忍心離開嶺嶺 溫馨感人的劇情中 蕴含教育意義 銀河古音劇團 歡迎親子朋友 踴躍來觀賞小天使海地 希望小朋友 能從輕鬆的演出中 體會正面樂觀的力量 也將溫暖 傳遞給身邊的人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藝術家眼中的風暴世界 究竟是如何呢 充滿張力 隱喻的抽象畫 在法國藝術家 Bakia的詮釋下 帶民眾一探神與人的世界 首都有外國藝術家 進駐新冰山永宙海濱美術館 在旅發藝術家 同時也是基隆女兒余嘉芳的策展下 將法國當代藝術家的創作 與在地相關的文化符碼緊連 帶大家感受海洋色彩的流動 其黎明和黃昏間的美妙氛圍 長期在國外 就是推廣家鄉文化 有一些歷練 一次偶然的相遇 跟這次我帶回來 邀請到的法國Bakia 這個當代藝術家 我們就有一個想法說 可以帶他的地站到台灣 可以跟家鄉人一起分享 創作裡面的天地 那附加到鄭兵國小 然後跟我們的在地的孩子 一起去看看 國外的創作 怎麼互動怎麼玩 整個台灣顛覆一下 我們一起來玩藝術風藝術 規劃系列活動 就是要把藝術的感動 渲染得零零盡致 5月7號下午2點 將舉辦開幕表演茶會 歡迎有空的民眾 來新冰山永宙海濱美術館 可以來色彩屋走走 欣賞著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是藝術家行旅獎的Bakea 來台的風暴創作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子偉 親自在市議會議事廳裡面 操作驗收市議會設置好的 議員質詢直播回放功能 這項功能將在5月8號 新一屆市議會召開 為期30天的第一次定期大會中 正式啟動 為的就是要讓市民朋友 以及媒體記者 就算上個廁所 也不會錯過市議員的 任何一段直播質詢 透過網路想看哪一段 都可以藉由回放功能 不會錯過 讓議員質詢監督市政府 各項施政更加公開透明 我想我們5月8號即將展開 我們20屆的第一次定期會 這次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審查我們史上最高 43億的最佳預算 第二個重點就是也是 謝市長上任後首次的 市政總質詢總報告 所以我想對市民朋友來說 都非常關注 那為了符合我們當初競選議長 開放透明的議會的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也在這一次的正式實施 我們的議事直播的一個回放功能 我想這個功能最重要的是 方便市民朋友以及記者朋友 隨時來關心我們在議會 不管是市長的回答還是議員的質詢 都可以來隨時來監督 那也同時也是一個開放透明的狀況 那我想我可以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官網還有這個議會的平台 全部都做一個更新 然後也方便民眾來使用 那我們在直播的功能主要是 如果你指點開始在看 假設你接了電話 那你錯過了某個議員還是市長 還是等等處長的這個回答跟質詢 可以隨時來做一個回放的功能 所以就是等於像一個影音平台一樣 那我們這次也同時把議程的資訊 公開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不管是議程的資訊 還是議員的這個提案 好 所有的東西資訊都公開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 雖然是一個一小步 對開放議會的透明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也歡迎所有市民朋友 隨時來關心議會 隨時來關心市府的所有最新狀態 透明在透明市議長同志委 上任後積極推動議事改革的重要目標 就是希望市議員監督好市政府的各項施政 而市民朋友也可以監督好市議員 為民喉舌監督市政的職責 一起讓基隆市政更加的持續進步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呢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善城市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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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